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 我是鮑勃 我是瑋恩 今天要來帶大家開箱6月16號才剛開幕的 東京哈利波特影城 我們一進來的大廳就可以看到烏克蘭鐵肚皮的龍 然後他是在第七集的地方守護古林格最底層的龍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今天開箱的旅程吧 大家知道嗎 2000年的9月29號就是哈利波特開始拍攝的第一天 值得紀念那一天 那我們一進來就電一些就是以前場景的一些setting 然後我們可以回味一下電影裡面發生過一些事情 接下來這一區啊 看起來是有每個國家不同語言的電影海報 來吧 3、2、1 Hogbas 歡迎大家 我們現在鎖在的地方是霍格華市最有名的學生餐廳 我們來看看吧 這邊就是當時他們拍片的時候那個吃飯的道具 然後 然後這裡是那個他們當時學生穿的那個校服 所以這是Gryffindor吃飯的地方 沒錯 然後它四個學院都有 然後這邊是格萊奔多的 然後像那邊還有其他學校的 對 這個學生餐廳的鏡頭啊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邊標誌性的人物 像鄧伯利多 然後分類帽跟麥教授等等 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啊 就是學校裡面超著名的會移動的階梯了 我剛剛拍就在這邊你看 你也成為霍格華茲的一員了 對 哇 你這個影城目前體驗感覺如何 我覺得超乎我想像中的底條 每一步啊走每步都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細緻的東西 這邊就是在電影中很常出現的 哈利跟榮恩一起睡覺的男生宿舍 一起睡覺 沒錯 這個是哈利的床 因為下面這邊有寫H.P. Harry Potter 我們接下來要體驗什麼勒 魁蒂奇的experience 哇 我們現在是扮演那個 魁蒂奇比賽的Cheerleader 然後我們要在這邊演歡呼的場景 領事業員啊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到的場景呢 是史萊哲林的教育廳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邊啊 還有特別寫到就是說 因為那時候妙麗啊 他不是有做那個變形的藥嗎 然後呢 哈利波特跟榮恩 就是去 交易廳裡面 套那個 那個 那個 爪哥的畫 這個就是在第一集的結尾 也扮演了很重要角色的那個 這個 烏斯奇 Wizard Chess 那這個魁蒂奇比賽啊 當時就是最強的掃把 最新最強的掃把 光輪2000 然後呢 這邊呢 就是光輪2000里 這邊的設定啊 做得很精緻 你看連奎蒂奇的整套的球衣 這個是榮恩的 然後還有那時候 奎蒂奇一開始展示的那個箱子啊 球棒等等的道具 那我後面啊就是火杯的考驗 三大魔法學校對抗的場景 接下來大家要看一下鄧不利多的校長室 這邊是不同角色的魔杖 那我最喜歡這十內譜 來看一下十內譜 十九 你看這個 社界多喜戀啊 那這邊的道具都很精緻 對啊 那我們接下來這一圈是各種不同的服裝 跟道具展示區哦 我們現在來到這邊是魔藥學教室 是你最喜歡的十內譜教的科目耶 Harry Potter Please make some potions 呵呵 呵呵呵 妙麗應該很常在這邊找他需要的魔法書 這個呢就是在第一集中有出現的 易若絲經那他會顯示出你內心最深層的慾望 這就是整部作品的大反派佛蒂摩拉 欸不能不能說他的名字 接下來就去下一區看看吧 這邊也是海格的小屋 這是海格小屋的內部啊 沒想到海格這麼大隻欸 超大隻 真的 這邊還有他養的口溝叫FANG 那我們買了吃的都在BECLOG CAFE 稍微坐著休息 剛剛那邊的店員啊 雖然是日本但還會講一點中文 所以服務很親切啊 哇這個餐廳其實座位蠻多 看起來應該有上百個座位吧 那我們剛剛呢就是點菜的地方看到 這邊可以點四個不同區域呢 就是套餐 像我這個點的就是 史萊哲林的套餐啦 那這個套餐呢是2900塊 然後再加一杯飲料 來吃看史萊哲林的套餐 這個餐點啊就是一種 英式酒館出現的餐點感覺 置身於英國倫敦的感覺啊 餐體裡面還放哈利波特經典的配樂呢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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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這什麼東西 這就是在第二集裡面啊 有出現榮恩開去救哈利的 飛天他爸的飛天汽車 我們上去騎士巴士看一下吧 這邊是水辣樹街四號也就是哈利的家 我們進去看看吧 這邊有展示一些在他們家的電影場景 這就是哈利樓梯下的房間 感覺比哆啦A夢做得還可憐喔 這邊就是哈利入學之前啊 興建他的家飛的 滿天飛的場景 還有後來哈利生氣所以就施法 然後把他們家的人都變胖啦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呢 是霍格華茲的橋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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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是第一集結尾的巨大的烏絲旗 我們接下來要去喝Butter Beer囉 Waku Waku Yay Yay 雙菜 Yay 喝酒囉 Yay Yay 我們沒有喝出那個泡泡 沾一下 好刻意喔 我覺得它就是加了很糖的奶泡的汽水 很甜的奶泡的汽水 這個Butter Beer一杯是1100 然後杯子是可以帶走的喔 那我們休息過後呢 繼續進入室內區囉 Yay 好那我們這一區呢就是電影中應該大家最知道經典的有 九又四分之三月台以及到霍格瓦茲學院的Express 來這邊一定要拍這個經典的照片啦 帶大家在火車上看看經典的場景吧 這邊是第一集 哈利跟榮恩剛認識然後在火車上聊天的畫面 然後他們在這邊有吃了很多那個那個那個神奇的豆子 那來這邊一定要買他的お土産就塗藏 我們去看看吧 那紀念品天呢也有大家最喜歡的魔藏 像這隻有哈利波特使用的 我買了一大堆東西像魔藏的人 但是讓我最喜歡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皮箱然後上面還刺的我的名字呢 BOB 這看起來很有質感 對啊 這個皮質的材質不錯 然後一個八千塊日幣我覺得價格還算蠻合理的 有大的小的可以選擇 大的一萬三千塊日幣 小的八千塊日幣 我們接下來要參觀的區域是魔法部 那大家知道嗎 那海格啊他其實裡面是一個演員 然後在操控外面這個頭盪 然後我們剛好拍到他會動的畫面 這個是哈利波特第二集出現的 就拔出來啊就會尖叫我腿 這是多比家庭小精靈 這是多比家庭小精靈 接下來大家要去看應該也是很期待的斜角像 這邊是巫師的銀行 古靈格 這裡就是霍格華之魔法學校的模型啦 我們來到最後的滴 哇,這邊有滿坑滿谷的魔杖,真的 我都在大陸、真的 有很多樣子的狀態 你不會燒烤的,! 那裡想到這兩個城市 那入口處這邊有很大的餐廳區 那大家可以進來的時候就在這邊先用餐 那我是逛完整個園區之後來這邊用餐都不錯 以上就是今天搶先開箱的東京哈利波特影城囉 我剛剛已經買了一大袋了 但是呢我還要去買更多東西了 我先走了 好那大家看完覺得好看的話記得趕快來玩囉 掰掰